大家好我是甲乙饼牛师兄 那么我们在前面三节课的学习当中呢 我们对于Virate的这个灯光材质以及常用材质的一些参数设置呢 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本节课的话我们将给大家分享一些有关Virate3.4的一些新功能 那么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 不管是Virate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呢 像网上的一些教程都对它的一个新功能呢 有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教训 那么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哈重点呢 针对于常用的一些功能呢 做了一个分享啊 做了一个总结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比如说像我们更加灵活的这个穷顶天光对吧 那么对于这种灯光来说的话 我们在第一节课这个灯光系统里面呢 有了一个分享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Match的网格灯光啊 我们在第一节课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 那么对应第三个来说的话 就是剖切渲染的哈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好 首先我在这里呢 打开配套文件当中的这个剖切 对吧 这样的一个文件 打开过后呢 我们首先哈 在这个地方啊 单击一下这个资源管理器 那么单击好这个资源管理器过后呢 那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第三个模型的这个里面哈 模型的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Section Parlay哈 这个呢也是我们用Sketchup和添加的一个什么呢 剖切对吧 添加了一个剖切哈 好 那么添加好过后呢 我们给它固定了这样的一个角度 好 固定好过后呢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 啊 剖切过后呢 直接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个渲染测试啊 直接进行相关的一个渲染测试 我们在这里呢 进行测试一下啊 我们用这个实时渲染来观察一下 好的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哈 哎 我们发现就有这样的一个剖切渲染的一个效果了 对吧 它所剖到的地方呢 都被渲染出来了 但在这里的哈 其实默认的情况下 大家要注意到就是 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叫使用物质 使用物体的材质哈 如果是这个勾式被勾上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当它剖切出来的话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就是被剖切到的地方 它会自动的用一个材质 一个白色的啊 这样一个材质呢 给它填充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勾给它去掉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出好内部的一些结构了 大家要注意到哈 但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给它指定一个材质哈 指定一个材质 比如说像这里呢 有一个材质 它指定的是浪 对吧 我们可以给它设定一个材质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新建一个啊 我给它新建一个通用材质 好 新建好这个材质过后呢 我给它指定一个颜色 比如说指定一个 红色啊 指定一个红色啊 确定一下 对吧 这个啊 这个材质 好 我们可以给它重命名一下哈 命名为这个 略的 好 重命名过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section里面来哈 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指定造这个啊 这个 LED的这个材质 你看我们在进行渲染的时候 我们发现 你看被剖切到的地方是变成红色的了 所以说我们来用这个po切的这个渲染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功能哈 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 不管是我们要进行这个尘土的渲染 或者是呢 要把它渲染出来导到PS里面进行后期处理啊 都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功能来说啊 好 所以说这一点呢 大家要认识到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第四点呢 叫渲染设置当中的这个互动时与渐进式渲染 这个在我们前面第一节课 对吧 对这个面板和框架进行介绍的时候呢 有了一个讲解 好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增加了一个叫进生效果的哈 那么这个功能的话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好 那么这个增加了这个进生效果的话 我们怎么来做它呢啊 我首先呢 把这个po切工具哈 我首先把这个po切工具呢 给它找到啊 Shift Z 在这里啊 我们把这个 右肌删除掉一下 好 删除掉过后来我们在这里啊 选择一个角度啊 比如说对这个物体来说 我选择一个角度 好选择好这个角度过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进去渲染观察一下 好 在这里啊 实时渲染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就有这样一个实时渲染的效果了 对吧 但这个时候 我们想给它增加一个进生效果的话 在哪里增加呢 在我们的这个渲染设置面板里面 有一个相机设置 在这里啊 增加了一个进生 看到没有 好 那么有了这个进生过后呢 我把它打开啊 单击一下 把它打开一下 打开过后呢 它有一个散焦和这个焦距啊 我们把这个散焦值给它增大一些 好 增大一些过后 我们发现这个模型 你看是不是变模糊了 好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去选择一个焦点 选择一个焦点啊 然后我们单击这个 然后我们在这个场景当中 去指定一个件啊 比如说指定到这个位置 好 我们再进行测试看一下 好 当我给它指定到这个位置 好 作为焦点的时候啊 作为焦点的时候 我们发现 你看这个位置呢 它是最清晰的 对吧 好 这个位置呢 它是最清晰的 好 我们再来指定一下啊 比如指定到前方的这个位置来啊 好 指定到这里来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整个的这个效果啊 哎 你看 它是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最清晰的 你看 逐步往远处走 是不是变得比较模糊了 对吧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哈 有这样的一个近身的感觉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个近身的感觉 在我们炫白膜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用的非常多哈 用的非常多 所以说近身的这个哈 就是给它指定一个散焦 那么指定的这个散焦值越大的话哈 就对应的这个近身 对应的这个模糊程度就越大 比如说给它二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颗粒感会越来越大 对不对 你看这个模糊性呢 会越来越高 但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清晰的 对不对 好 这里啊 它的这个最大值呢 是1哈 三脚值最大值是1啊 我刚才指定2是没有用的 最大值是1啊 我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会变得比较清晰了 对不对 好 远处也是比较小了啊 然后最大值是1 好 注意到这个问题啊 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呢 近身功能 我觉得在炫这种白膜的时候哈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功能啊 下一个呢就是渲染输出里面增加安全框 对吧 那么这个增加安全框来说的话 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功能哈 就说在我们渲染的时候呢 你看它上下是不是多了一个黑边框 这个在我们进行渲染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给它指定一个安全框的时候呢 在渲染输出里面哈 可以去给它指定 根据这个长宽比哈 去指定一个就可以了 对吧 你看只需要渲这部分的啊 给它一个正方形的这种比例啊 你看是不是都是非常方便的 4比3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对吧 我们可以给它指定这样的一个安全框哈 在这里 好 这个功能呢也是比较好用的 那么第七个功能呢 就是说材质覆盖里面呢 它增加了一个覆盖材质哈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好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湿湿渲染当中 它是一个白膜的效果对吧 一个白膜的效果 这个是因为我在材质覆盖里面 其实已经把这个材质覆盖哈 给它打开了 对吧 只是说用这个颜色哈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覆盖 那么在这里的话哈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给大家哈 指定一个覆盖的颜色 或者是覆盖的一个材质哈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种塑料 塑料材质的时候哈 我们可以给它指定一个塑料材质哈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黄色的这个材质啊 或者是拿这个材质啊 给它指定过来一下 这个材质啊 这个材质 plastic02 orange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找到 找到这个覆盖材质啊 单击一下 我们找到这个orange啊 plastic02啊 orange应该是这个啊 单击一下 好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观察一下啊 整个场景哈 就用这样的一个材质 是不是进行到这样的一个覆盖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调整这个材质的参数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调整哈 我们所覆盖达到的这种效果 对不对 覆盖的这种达到的这个效果啊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材质当中 哎这个黄色我们把这个物的颜色 给它改成白色的 对吧 改成白色的 哎你看一下子是不是就改变了 对吧 一下子就改变了哈 好 比如说我们反射不要那么强 反射减弱一些 对不对 就把反射给它减弱了哈 对吧 那么我们调整某一个材质哈 是可以把这个材质呢 给它覆盖在上面的 所以这个功能呢 也是比较好用的 对吧 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用一下哈 好 那么第八个功能呢 叫这个啊 这个这个简照的这个功能 对吧 好 简照的这个功能 对吧 去除噪点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哈 怎么来使用它 对于简照的这个功能 我把这个模型呢 给它关掉 重新打开一次 好的 我们重新打开这个模型过后呢 在这里啊 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模型 非常简单 好 推出来 推起来啊 一个体块 好 那么有了这个体块过后呢 再给它一个地面 给它一个地面 好 单击好 给它这个地面过后 那么接下来进行一个测试渲染啊 测试渲染一下 好的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哈 我们主要是简照的话 看它的这个暗部的部分啊 暗部的部分 首先来我给它适当的放大一些啊 放大一些 就包括阴影哈 以及这个暗面的部分 我们来注意观察一下 好的 那么大家注意观察哈 当我给它这样的一个渲染过后呢 其实我们发现哈 当我精度调的比较低的时候啊 调的比较低的时候 你看它的噪点是比较明显的 噪点是比较明显的啊 我们可以单击一下 这个增缓存窗口当中的第一个功能哈 单击一下 在这里呢 它有一个像类似Photoshop的这种啊 那个图层样式哈 图层样式里面的一些功能啊 调整里面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啊 像我们的这个设计对吧 或者是呢 像我们的这个曲线哈 我们都是可以直接去调整它的啊 都是可以直接去调整它的 好的那么像这些调整的话哈 也会大大的增加我们 好大大的增加哈 我们渲染出来的这个效果啊 嗯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勾上一下啊 勾上过后呢 我们调整一下 好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往上往下调整啊 往下调整我们来观察一下 当它比较暗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噪点 它是比较明显的 对不对 噪点是比较明显的 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话哈 我们来给它一个减噪的效果哈 非常简单哈 其实非常简单 新增加的一个功能 在哪里呢 在我们渲染设置面板里面哈 有一个渲染元素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啊 Denozer 对吧 这个添加一个去噪点过滤啊 去噪点过滤 好默认的参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进行渲染一次 好再给它渲染一次过后来 哎我们发现你看没有变化 对不对 这个是因为我们在渲染的时候呢 它第一张图片呢 是RGB的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单击去选择一张哈 Denozer的这张图片 好大家看这张图片哈 你看这张图片哈 当我给它放大的时候 我们发现你看 这样的一个精度哈 包括它表面的这个光滑度 你看是非常好的 对吧 不去调整的时候 或者是去调整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楚的观察到 你看当我们给它一个Denozer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它的这个精度哈 去除噪点的这种效果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超棒的一种功能啊 超棒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在渲染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同学要说 当我把这个去噪点过滤 给它添加上的时候呢 渲染速度会不会慢很多哈 其实呢不会慢很多 它只会多一次渲染哈 我们来观察一下 它会多在哪里呢 好当我们单击这个渲染的时候啊 好先停止啊 单击这个渲染的时候 注意观察一下 好我们把它 这个渐进式呢 先给它关掉啊 先给它关掉 好我们单击这个渲染过后呢 我们在这里啊 注意观察一下 在这个位置 你看它会在最后一次哈 有一个Denozer的渲染 但是很快是不是就渲染完了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直接去选择哈 这个Denozer 进行这个成图的保存哈 用这个来保存成图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啊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非常棒的一种功能啊 非常棒的一种功能 好那么此外的话哈 还有一个就是像毛发材质 还有一个就是微锐代理哈 这两个这两个功能呢 我们在讲解之前哈 我还先给大家再补充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通道图哈 在哪里去添加哈 很多同学不太清楚的地方 在我们渲染元素当中哈 渲染元素里面呢 有一个叫材质ID 我们把它勾上一下 这个材质ID实际上就是用来 选通道图的在这个位置添加了 渲染元素里面 好那么添加好这个材质ID过后呢 我们再回到每一个材质哈 去给每一个材质指定一个 好指定一个颜色哈 比如说我在这里假设 添加两个材质对不对 我给这个材质 给这个材质给他指定一个颜色 在哪里呢 在我们选项里面哈 有一个颜色对吧 好有个ID颜色给他指定一下 好我们再选择 吸取这个颜色的时候哈 吸取这个材质 我们再到选项里面哈 颜色当中给他指定一个 比如说指定这样的一个黄色 决定一下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给他进行渲染啊 再给他进行渲染 好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两个颜色的这个材质ID 是不是就圈出来了 本身是这样的一个纹理哈 会多一个材质ID 对不对 所以说非常简单哈 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吧 也是在我们渲染元素当中 好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添加 好那么此外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讲两个新增的功能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毛发材质 还有一个就是微锐代理啊 这两个呢 在我们做全膜渲染的时候呢 会经常用到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 给他创建一个平面啊 我们用这个平面呢 来生成一个区域的毛发啊 我们首先创建好这个平面过后呢 我给他翻转一个面 然后呢 做成一个组件 那做好组件过后 我们发现 哎你看这个毛发材质 是不是被启用了 我们单击一下啊 单击一下 把它转成这个毛发材质 大家稍等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有一点点卡啊 转一下啊 转好过后呢 我们单击这个资源管理器 在资源管理器里面啊 资源管理器里面的第三个里面呢 就有一个毛发材质了 看到没有 那我们首先呢 在讲这个毛发材质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到 对于我们创毛发材质的时候呢 它会非常的卡啊 对我们电脑压力呢 比较大 因为它是呢 把我们的一个面 细分成很多个小的物体啊 所以在这里 我们先单击这个分配 对于每个区域里面呢 给它稍微减少一些啊 这个数量呢 稍微减少一些 让它稀疏一点啊 给个0.1 好的 那我们再把这个渲染的质量呢 给它改造低质量啊 渲染观察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观察 哎 你看这样的一个表面当中 是不是产生这样的一些毛发效果了 对吧 产生这样的一个毛发效果了啊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毛发效果来说的话 我们来讲解一下 它的一些基本参数哈 基本参数 第一个呢 叫长度值 对吧 这个长度值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它改造15 大家观察一下啊 基本上呢 就能够清楚 好 你看是不是控制了这个毛发的长度的 对吧 控制这个毛发的长度 对不对 这个啊 好 那么第二个值呢 叫厚度值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默认是0.12啊 我给它改造5左右 回撤一下啊 好 我们再渲染观察一下 好 你看当我把这个厚度值给它改成5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呢 就是把它的这个大小哈 单个毛发是不是真大了 对吧 我们停止啊 再重新渲染一次 你看单个毛发是不是真大了 对不对 但我们一般来说 这个厚度值 实际上它是大小哈 单个毛发的大小 对吧 单个毛发的大小 所以这个地方 它 它的这个解释呢 叫厚度 我觉得有点不太妥啊 叫大小 对吧 单个毛发的这个大小 好 那么第三个呢 叫重力啊 重力呢 默认是1 我给它调大一些 比较调到4啊 然后我们再回车 渲染一下 这个时候呢 大家观察到 你看这个毛发是不是变得要稍微弯曲一些了 也就是说这个重力值越大的话 实际上呢 这个毛发会变得越来越弯曲 看到没有 越来越弯曲啊 就是受到了这个重力的影响 对吧 受到这个重力的影响啊 这点大家认识到 好 那么第五个子呢 弯曲指哈 实际上呢 和这个重力值呢 比较的像啊 比较的像 比如我改成10的时候 再渲染观察一下 你看 是不是弯曲到下面去了 对不对 这个弯曲呢 很严重啊 弯曲很严重 改成1的时候呢 大家观察一下啊 好 这个弯曲指 比如说改成0的时候啊 我们观察一下 好 改成0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知道 好 值得值得啊 改成0.1的时候呢 改成0.1的时候 好 大家观察一下 这个弯曲指呢 我们适当的给他一点哈 这个弯曲呢 就比较的强了哈 就已经比较的强了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到啊 这个指要注意到 弯曲指 好 那么下一个是追角指啊 这个追角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观察一下 好 我首先呢 把它往下移动一些啊 往下移动一些 再渲染一下啊 大家观察 你看 这样的一个毛发啊 它是很尖锐的 对不对 很尖锐的啊 这个是因为有一个追角指 如果我把这个追角指改成0的时候啊 没有追角指 大家观察这个毛发啊 你看它是一个像圆柱一样的东西 对吧 像圆柱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注意到 就这个追角指的话 它是控制这个 对吧 这样的一个锥形的啊 就说它逐渐变得 变成尖尖的 这种这种感觉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比例值呢 就说对这个毛发呢 进行同比例的放大 同比例的放大啊 你看我给大家改成8倍 你看这个毛发呢 就变得很粗了 对不对 很粗了啊 稍微缩小一点 来观察 我们重新炫啊 我把这个场景呢 缩小了一点 观察一下 你看是不是变得很粗了 很粗啊 很高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就叫放大了啊 这个叫放大了 但这个贴图通道呢 我们一般来说没有用啊 一般来说就不用去 不去用它 所以说对于这个毛发材质来说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长度值 以及它这个厚度值叫大小值 对吧 好 那么它的重力就是弯曲值哈 跟这个弯曲呢 比较接近 但我们一般呢 通过重力值来调整哈 因为重力值呢 可控一些啊 可控一些 还有就是追角值 以及它的比例值 等比例放大缩小 还有就是每个区域当中 去控制毛发的这个数量哈 一般来说的 我们尽量的把这个值呢 给它小一点 不要每个区域呢 给它太多哈 给它太多 它就会非常卡啊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认识到 那么对于毛发材质来说的话 也是v3.4和新增加的一个 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哈 好 那么如果是我们想要 这个毛发材质产生纹理哈 产生颜色或纹理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呢 要删除掉这个模型啊 删除掉这个模型 那我们重新的创建一个啊 重新的创建这样的一个面 然后创建这个面过后呢 我们在没有创建毛发之前哈 先给它找到一个材质填充过来啊 找到一个材质填充过来 然后呢 再给它创建为组件 然后呢 生成毛发材质 好 这个时候 我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草地啊 我们在做这个 呃 全模渲染的时候呢 经常草地当中哈 会有这样的一些草的纹理 就可以用这个毛发材质来做了 好 这个 我们同样的把这个分配当中的这个啊 要调小一点啊 调小一点 好 如果是这个 每个区域当中哈 这个数量越多的话 那么代表它生成的毛发越密 就会越卡啊 所以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 给它改少一点 就改到0.5啊 这样的一个大小 好的 那么有了这个大小过后呢 我们进去渲染观察一下啊 渲染观察一下 哎 我们发现你看 这样的一个表面当中 是不是产生毛发了 并且毛发的这个材质 是不是跟这个面的材质呢 进行匹配了啊 好 那么认识到这一点过后 那么接下来还有最后的一个 哦 我觉得新功能当中比较 重要的一个啊 就是 微锐代理 对吧 微锐代理啊 那么微锐代理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对于代理文件来说的话 创建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找到配套文件里面 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SU的3D植物 比如说我们任意的打开一个啊 任意的打开一个 OK 那我们打开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棵植物过后 大家看一下 当我只有这样的一棵植物的时候呢 哎 电脑还能够承受住压力 对不对 那比如说当我复制几棵的时候 它就会非常卡了啊 就你看 复制两棵 三棵的时候 你看它就已经很卡了 对不对 但对于我们一个场景来说 我们要进行全模渲染的时候呢 这个植物肯定不是两三棵的问题 对吧 有很多 那怎么办呢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去把这个微锐代理呢 转成 把这样的一个全模 转成一个微锐代理文件 比如说我们选中它过后 单击这个按钮啊 它有一个叫 对吧 它有一个导出对吧 导出好 输出 我们把它输出为这个代理文件 对吧 微锐 match啊 微锐 match 比如输出在我们第四节课当中 比如这个地方 它是植物一 对吧 植物一 好 然后呢 我们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变化 你看你是否想要选择好啊 选择好这个物体 我们点试啊 点试 你看 这个时候呢 哎 你看我们发现场景当中的这个 是不是也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代理文件了 好 也变成这个代理文件了 那我们很多同学可能要说 你看这个文件已经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了 对吧 显示的呢特别少 但是呢 没有关系哈 我们进行渲染的时候呢 它会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模型呢 给它渲染完的哈 不信我们来观察一下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再添加一个地面啊 好 我们把这个坐标左右打开 添加一个地面在这里啊 好 我们添加好这个地面过后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渲染观察一下 你看 实际上我们在模型里面看到这个 感觉上它是只有几个面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通过渲染过后呢 它是整个模型都会被显示出来的啊 那么这种代理文件我们是 在我们这个渲染当中哈 在我们做模型当中呢 是不养游肉的 你看我把它再复制几颗的时候呢 电脑毫无压力啊 电脑毫无压力 你看 不管我复制多少个啊 不管我复制多少个 你看这个呢 它是没有多大压力的 对不对 电脑呢 是没有多大压力的啊 好的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对吧 所说的这个啊 这样的一个代理文件啊 我们可以这样去创建它 好的 那我们还可以去通过调整哈 我们这个 啊 风格里面啊 对于我们的这个天空背景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面啊 地面的这个颜色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深异性啊 加深异性 啊 或者是呢 把地面啊 给它提亮一些啊 提亮一些 啊 这个地方哈 代理文件在这里啊 我们要注意观察到它 对不对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去调整啊 这个代理文件的位置 好的 那么有了它过后 我们再进行渲染一下哈 来观察 你看 这里的这个植物的效果 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 好 但唯一不 唯一有点不太妥的地方就是 当我们生成这个代理文件的时候哈 如果是你看像这个文件 它的这个颜色呢啊 它的这个颜色 实际上它是不能调整的啊 不能调整的 但我们如果是要 硬要去调整它的话 我们看行不行啊 去给它添 添加一个颜色啊 我们用这个材料当中 比如说我给它添加一个黑色哈 对比度稍微大一点 便用我们去观察它啊 便用我们去观察它 好 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去添加啊 可以去添加 当我给它添加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有了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到 就如果是我们改了过后 看对我们渲染的这个 有没有影响啊 渲染的这个材质呢 有没有影响 好的 你看没有影响的 对不对 没有影响的话 对于这一步来说的话 还比较的有用 对不对 就我们可以去调整哈 这个代理文件当中哈 所显示的这些小的面啊 所显示的这些小的面 可以给它改成哈 我们可见的一种颜色哈 当然对渲染 它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便用我们去观察 去调整 所以说代理文件的话 非常容易啊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代理文件过后 想把它导入进来的话 怎么办呢 单击这一个啊 输入代理文件啊 输入代理文件 选中它打开一下 好 这时候你看 这样的一个植物 是不是也输入进来了 对吧 也输入进来了啊 进渲染观察就知道 好 大家看这个地方 但输入进来过后呢 有一个问题了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 它的这个贴图是不是丢失了 贴图丢失了啊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找到它的贴图啊 找到它的贴图 我们可以在这个材质编辑器里面啊 找到这个代理文件啊 输入在哪个位置 对吧 输入在哪个位置 那么对于这个材质来说啊 它本身实际上是有贴图的 对吧 本身是有贴图的 而我们在这个地方去 进行这样的一个输入的时候 它的这个材质是不是没有的 材质是不是没有的 所以呢 我们如果是要导这个代理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哈 要把这个模型呢 给它的这个贴图呢 要保存保存下来啊 贴图要保存下来 也就是说 这一棵植物啊 这棵植物 我们给它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哈 首先要把它的贴图 先给它导出来哈 因为一旦转成代理文件的时候啊 一旦转成代理文件的时候 它的贴图是不是就没有了 好 这个啊 这个 好 那么这个贴图好不好保存呢 非常容易啊 你看 吸取一下这个啊 吸取一下这个材质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 给它导出来啊 导出来 好 比如说这是这个材质啊 叶片的这个材质 右击一下 图片定存尾啊 好 我们图片定存尾 比如说我们在第四节课当中 OK 好 这个呢 是1 好的 那么枝干的是不是一样 这个树干的是不是一样的 好 我们有了它过后呢 再把它选中 好 再把它选中啊 好 选中过后呢 再给它转成这个代理文件啊 转成这个代理文件 好 我们选择这个是啊 选择这个是 OK 替换一下 选择是的时候呢 就在场景里面啊 也把它转化成代理文件了 OK啊 这样的一个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话 我们看它的贴图啊 看到了这个贴图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两个贴图的啊 有这个贴图的 对吧 这个贴图的啊 好 但我们导进来的时候 观察有没有呢啊 导进来的时候 把这个呢 删掉一下 删掉过后啊 比如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遇到 很多时候呢 我们遇到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材质 对不对 像这样的一些材质啊 它被删除掉了 对吧 包括这个模型啊 也被删除掉了 我们把这些 清除一下啊 没有使用的 再清除一下 现在呢 没有任何的材质了啊 我们把这个导住一下 啊 这个导住一下啊 好的 那么导住一下 这个时候呢 导住过后 我们发现它有四个材质 对不对 有四个材质啊 我们分别要去给它赋予啊 给它赋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渲染观察啊 渲染观察 比如说你看 这个是一个绿色的啊 一个绿色的 是不是这个 绿色的是不是它的枝叶 好 那么枝叶是绿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给它添加 慢反射里面添加一张绿色的贴图啊 绿色的贴图 在我们第四节课当中 刚才是保存下来了 这个啊 绿色的贴图 是不是这张 好的 你看这个地方啊 有了啊 这个 好 绿色的贴图啊 慢反射里面 我们再观察一下啊 其他地方 还有没有添加到这个贴图啊 在凹凸里面有没有 好 最希望都没有添加到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我们要注意到 就对于这个材质来说啊 我们给它添加了这张 这张贴图过后呢 我们要检查一下啊 其他地方 还有没有这个贴图 好 没有用到的啊 没有用到 我们再进行 测试 看一看 好 你看这个是不是已经改回来了 已经改回来了啊 改成了我们原有的这个材质 那么枝干这些 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去改法 对吧 枝干这些地方啊 一样的可以去调整 所以说用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把一个材质啊 一个一个文件转成代理文件 再给它导进来啊 那记住哦 材质一定要保存一下啊 材质一定要保存一下 我们要找回材质的啊 好的 那么这个是代理文件 好 那么以上的部分呢 就是新增加的一些功能啊 我觉得呢 在确言当中好 比较常用的一部分功能啊 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 希望大家呢 在新功能的这一部分好 结合到我们微锐三点四好 常用的一些功能 灯光材质 以及我们讲解的这样的一个出图当中好 所用的这种代理文件 包括一些新功能好 希望大家呢 对微锐三点四呢 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掌握啊 那么在把这一部分知识呢 掌握到过后 再结合到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渲染哈 那么就能够把我们微锐三点四哈 进行进一步的巩固哈 把整个的这个渲染呢 给它进一步的掌握得非常的熟练哈 运用到实际例子当中呢 就更加的方便啊 更加的容易 好的 那么我的这一部分呢 基础的课程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